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思琪可是香港小姐历史上拿奖最多的冠军,曾一句拿下了最上金小姐、网上最独目小姐等六个奖项,就连李嘉欣当选,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殊荣。 曾几何时,杨思琪就是TVB最重视的女艺人,可惜她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 作为TVB曾经最受关注的女艺人,她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前程,因为那些剪不断里还乱的花边新闻,遭到前任的追杀,TVB的封杀,让杨思琪成为话题十足的女艺人。 当然,签约TVB之后,杨思琪得到了TVB的力捧。 第一部戏就她当蛇师曼和同样是冠军的郭献宁一起出演了《无名天使三币》。 之后又在很多电视剧里担任戏份很重的配角,慢慢展露头角,引起了粉丝的注意。 她也是TVB唯一一位,还没有解约,就受到内地片方的邀请,到内地来拍戏发展,得手为TVB女星。 曾经星途一片灿烂,前程似锦。 2002年,刚刚在娱乐圈出路锋芒的她,因为拍摄写剑轩缘,认识了同剧组的香港演员李永豪,很快就坠入爱河。 爱的一发不可收拾,事业爱情双丰收,一直是搞没用,来描述杨思琪的标题。 现实办理的人生赢家,九年的爱情长逃,让所有人都十分相信,杨思琪和李永豪一定会结婚。 没想到当这段感情走入第九个年头的时候,一项关系,恩爱的两人突然传出了分手。 李永豪还向媒体哭诉,就是杨思琪方面主动提出,因为就在同一天,接受采访的杨思琪对外宣称已经分手。 而另一边的李永豪却对记者说,两人婚期已经将近,这下好了,九年的感情情变,还出现了如此奇怪的说法,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 李永豪的父亲也是明星,对于杨思琪的行为非常不解,还曾经为了这样对他破口大骂,而反观另一边的杨思琪,却是十分开心。 对于分手一口咬定,还趁自己祝福对方,娱乐圈吗?原本纷纷和和很是正常。 就在大家都快遗忘这件事之后,半年后,有岗没爱的杨思琪,分手后的他竟然由少女变成了大都婆,运太十足。 最精彩的是,杨思琪的孩子竟然传出不是李永豪的,那也就是意味着,杨思琪不仅火速找到了新欢,岂有可能是劈腿。 杨思琪的新欢还不是别人,竟是著名的运动员吴帅,离开了李永豪,杨思琪按照自己的标准,天真的以为找了一个高富帅,并起伪了他,甚至不惜背上未过生死的名誉。 因为这件事,杨思琪的名声几乎受到了致命的损害,对他以后的生涯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 杨思琪为吴帅生下了一个女儿,他,天真的以为,自己马上就会得到吴家的承认,谁曾想,等到女儿落地,他却发现吴帅不仅在内地已经结婚生子,富豪的身份更是伪装。 当杨思琪要求,他为自己和女儿买一套房时,对方的回答却是没有钱,可悲的是,吴帅还和媒体到处吐槽杨思琪。 访刺杨思琪不过是为了嫁入豪门,可是和李勇豪手也奔了,女儿也生了。 无奈之下,杨思琪只好被迫一个人独自开始抚养女儿。 因为之前的种种新闻,杨思琪名声已经受到了不小的影响,再说第三者的身份,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,对于女明星来说都是致命的丑闻。 曾经的钢截冠军,就因为这样,把自己弄到了无戏可拍的地步,很是凄惨。 后来杨思琪就一蹶不振了,和TVB约满后,就独自一远到了内地发展,但是因为早已经获气,即便是港姐冠军,也只能在一些不入流的戏里接一些配角,还被拍到酒吧走学,卖力演唱。 而现在,杨思琪的重心几乎都放在了女儿身上,女儿就是她的一切,在娱乐圈,她从手去一指的一线,咬到了十八线走学的小明星,一手好牌打成了如今的这个样子,真的是自毁虔诚了。 PS,本文结束,欢迎订阅多多留言,历史内容更精彩哟。